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场防火演习对象是 难民学生 防火演习开始前 吉隆坡士拉阳难民教育中心老师 先向学生宣导如何有效逃生 老师带他们排队一个跟着一个 后来跟他们讲解了 发生紧急要快的 要快 但是要固执安全 第二次就很快 大概三分钟 符合标准 大约一百位难民学生参与防火演习 教师点名确保所有学生到齐后 有雪龙慈激志工示范正确的灭火方式 还邀请师生们亲自演练 Bull up means one, two, throw it We come, first press I am very happy 因为我识认识 我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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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他们知道 他们应该做什么 在火上 因为他们要知道 接着静态讲座 让大家对防火之事有更深的认识 火灾除了要防范于未然之外 透过模拟失火状况建立救灾程序 师生学会保护自己 才能够在意外发生时 把伤害降到最低 大爱新闻珍珊美之工黄敬惠 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